老一辈很多女星长相大气,五官精致,她们的容貌放到今日,依旧能为人所津津乐道,乌倩倩曾经也是这样一个让人惊艳的女星,年轻时期的乌倩倩相较林青霞都可谓是有国之而无不及。 80年代初期,刚出道的乌倩倩就主演了自己的一部电视剧《洞房》,该剧还荣获了《飞天电视》二等奖的殊荣,这无疑给她的演艺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随后她出演了电影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》,卓文君一脚让她成为观众的《梦中情人》,1994年,乌倩倩又出演了尤小刚导演的《京都济世》,她与尤小刚因此剧结缘,时隔两年后二人结为连理。 2003年,乌倩倩在古装剧《笑装秘史》里饰演端庄典雅,知书达理的《笑装皇后》,凭借出色的演技大获外界好评和关注,更是拿奖无数。 倩倩趁热打铁,先后出演丈夫了尤小刚指导的《黄太子秘史》、《太祖秘史》和《康熙秘史》,不难看出,乌倩倩和丈夫尤小刚可谓是荧幕上黄金搭档,尤小刚指导的每部影视作品里都有乌倩倩的身影存在。 然而这段持续了20年的《爱情长跑》最终还是拉下了帷幕。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对与错,只有合适不合适,两人的和平分手也让众粉丝遗憾不已,随着年龄的增大,乌倩倩逐渐从花旦转型开始演母亲,太太一类的角色。 在2017年上映的电视剧《思美人》中,饰演了《屈原母亲》,同是贵族夫人,然而六十余岁的她呈现出来的状态与之前已经截然不同。 或许是乌倩倩一直把刘晓庆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,虽然乌倩倩已经六十三岁了,依然活跃在舞台,岁月似乎并没有让她优雅地老去,她如同,烦恼还童,了一般。 皮肤光滑白嫩,不见褶皱,甚至还嘟起了嘴唇,迈起了萌,一点都不显得违和,最后期待乌倩倩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作品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